每次阅兵的时候,看着都感觉好震撼,感觉特别骄傲自豪,一有这样的报道,说什么外国人来到中国后,才发现自己想错了,中国发展得很好,没有想到那么落后,现在不是信息时代了吗? 小编,我感到很疑惑,他们信息这么落后的吗?中国早已不是二十世纪的中国了,不仅仅在经济方面突飞猛进,还有军事力量也是很不错的,而雇佣兵呢?他们是一些没有国籍没有身份,不受保护的一些人,看钱办事,只要有钱,他们可以做任何事,这类人没有所谓的什么道德底线,十分残忍。 我们在中国很少有听到雇佣兵来发等等这样的消息,有人说中国是雇佣兵的禁地,居然给出答案后,原来不是我们想的那样,我们都被骗了,如今的中国军事实力比较强,在全球都排得上好的,比较靠前。 毕竟我们可以搞创造研发,中国制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战机,拥有很多一些国家没有的武器,建造的速度也是非常快低,总之就是很厉害。 在电视电影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些雇佣兵,好凶猛,手段残忍冷酷,杀人不眨眼。 但是在中国没有听说过雇佣兵的这些消息,也没有遇见过雇佣兵,慢慢的,也不知道是谁。 在网上散播这样的谣言,先是说在雇佣兵的圈子里,不领在中国的任务,多少钱都不领,后来谣言又变成中国是雇佣兵的禁地。 真的是这样吗? 退伍老兵道出真相,中国的治安非常好,这些雇佣兵不可能进得来中国境内,这些雇佣兵身份都是伪造的,没有真实的身份证明,是不会让他们进入到中国境内的。 如果被发现伪造身份证明,怕是还没登机就要被赶下去,被抓了。 第二,在两国角界处,边境上,中国是会派重兵把守的,防患于未然,就不让这些雇佣兵进入中国境内,原来大家都被电视剧骗了,中国对武器的管制非常非常的严格,而这些雇佣兵如果要执行任务,肯定是需要武器的。 光是把武器安全的跃到中国境内,都非常的困难了,怕是人还没到,却又被发现了。 这些原因,令那些雇佣兵到不了中国境内,就算接下来中国的任务,也是来白白送命的。 不像在中东地区,战争多,也很乱,雇佣兵也经常在那里出没,虽然现在处于和平年代,但是有时候战争一触即发。 我们要更加努力,使祖国变得更加强大,努力提高我们的实力,所有的一切,在实力面前都换为乌有。 好了,小编今天就讲到这里了,有自己看法的欢迎评论,明天小编与你不见不散。 对不起,明天小编与你不见不散。